大家好,我们大家先请合长 南魔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魔本师释迦牟尼佛 阿摩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法师大家阿弥陀佛 我们看课本二十五页 第二行 前面说到佛成佛的时候 想说众生 不想说法是因为这个众生 那么烂着很深 不容易从这种烦恼中脱离 那到底是什么烦恼呢 我们来看 他说阿拉业 意义为窟窄一处 藏 在阿含经里 他也是爱着的一类 那说联想到四地中的极地的内容 是爱后有爱喜滩聚心爱比比喜乐爱 爱乐心喜滩阿拉业以不同的名字 而表示同一内容 这个就是生死不已的真结所在 这个我们稍微说一下 这个杂案 二六七经 众生无死生死 应该是 我看一下他是怎样 众生无死生死 无死生死 无名所干 爱解所欣 无名所欣 无名所干 爱解所欣 众生无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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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頁輪迴不知苦記 或是無名副愛覺系長頁輪迴不知苦之本記 我們先來說一下 生死輪迴的一個根本 它有兩個主要的原因 無名跟貪愛 所以如果從解脫來講 無名斷者會解脫 無名斷者會解脫 解脫就是解脫生死 愛覺近者 心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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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眾生的特點,情勢跟情安 情勢的迷茫就叫做無名 就是他有這兩個,就叫做友情 情勢的迷茫就叫做無名 貪愛,愛是貪愛,貪愛的懶著 就是愛,情愛的懶著 情愛的懶著就叫做貪愛 所以無名為父,貪愛為母,而有眾生 從愛的角度來看,這裡講到有四種 那通常,從貪愛的程度來講 從這個友情的生死真潔來講 以貪愛,以這個愛,情愛為主來說 這個愛,就以愛來說 愛取有生老病死,優悲難苦 這個愛裡面,就包含,所謂的自體愛 自我愛跟境界愛 自我愛跟境界愛 自我愛裡面,又可以別出自體愛跟自我愛 自我愛,是自我愛 我愛 自我愛 自我愛裡面,對於現有身心自體於身心的自體愛 自我愛跟自體愛 自從現有跟未來來講 可以分自體愛跟自我愛 自體愛是對於現有身心的懶著 現有無韻身心的懶著 對我們這個無韻身心 對現有身心的懶著 現實 就是我們現在這個身心 現實身心的懶著 寫在上面 這有情的特點就是情愛 從愛的角度來講 那就分兩個所謂的自我愛 那麼我們可以說我愛我所愛 我我所愛 這樣寫好了 我愛我所愛 我是看要怎麼樣寫 你們比較容易記得住 我所愛 我愛裡面自體愛跟禁見愛 不是自體愛跟自我愛 自體愛跟自我愛 那我所愛又是禁見愛 那我所愛又是禁見愛 我所愛又就是禁見愛 禁見愛 那麼我所愛裡面有兩個 一般一個叫做比比喜樂 一個叫做喜灘俱行 那這個一般來說應該是這樣 這個是自我愛 自我愛裡面應該不是自體愛跟自我愛 而是這個是自我愛 不好意思 應該是這樣 自我愛跟禁見愛 那叫做我我所愛 那麼自我愛裡面有所謂的自體愛 這裡一個 這個不是自我愛是後有愛 應該叫做後有愛 應該這樣 那麼自體愛是對現實身心 現實這個生命 現實身心這個生命 身心性命的攬著 現實身心的攬著 現實身心性命的攬著 那麼 是這樣講 身心性命的攬著 寫個具體一點 對現實身心性命的攬著 這個是對未來 未來 應該寫簡單一點 沒關係 這樣也算很簡單 未來 生命永恆相續的渴求 永恆相續 也一直存在 渴求 有 好 我 好,那麼這個是我愛,我所愛,自我愛跟境界愛 那麼自我愛包括自體愛跟後有愛 就是死了要希望能夠一直的存在 如果沒有,死了之後就沒有了,那會生起恐怖性 所以你看波勒經裡面,溫無而畏懼的 那個就是死了以後斷面了,非常的害怕 死了以後永遠消失在這個世間不存在 那是會產生很大的恐懼 那麼它會有所謂的後有愛 那麼境界愛裡面分成兩種 一種叫做洗灘俱形 一種叫做鼻鼻喜樂 洗灘俱形就是現前的 這個是對於現有五欲 現有五欲境界的懶著 現有五欲境界的懶著 這個是對於現有五欲境界的懶著 這個是對於現有的,沒有 未有五欲境界的,還沒有 但是想有 當有,就是未有,當有 未有,應該講現有當有 我們寫當有好了 或是講未有也可以 就是現前有,但是你沒有 但是你想追求的 想未有好了 未有五欲境界的懶著 未有五欲境界的懶著 這個是所謂的,我們說的所謂的愛 那麼愛裡面 那麼是一個很大的障礙 在圓期裡面 通常 就這個世間 因為我們這個世間是欲見 欲見最主要的 就是對五欲的懶著 愛著 那色界無色界也有 色界無色界 五欲的懶著跟追求 我們就叫做欲談 我們就叫做欲談 那麼色無色界 這個叫下界 這個欲界是下界 那麼我們上面的是上界 是色無色界 那他基本上他也是談 但是他不是五欲 他是對心的喜樂 以及激進 喜樂跟激進 身心,重點是心 得一個懶著 那這個是色無色談 一樣是談 這個是欲談 這個是色無色談 那麼斷掉了 這個斷掉了 欲談斷掉 正三國 假設你把欲談斷掉 正三國 這個 色無色談斷掉 正阿羅漢 基本上是這樣 那這個是歡喜 那通常 這裡有說到 這個愛的境界 他這裡說到 他這裡說到 這個 是看到了 說到這個 愛 後有愛 喜灘俱行愛 比比喜樂愛 愛樂心喜灘阿羅漢 那麼不同名字 就是他層次不太一樣 那麼這個層次不太一樣 通常阿漢經是這樣 這個愛裡面有四種 就是四種層次 這個是不同的類別 這個是類別 但是他的深淺層次 深淺層次通常化作四種 叫做歡喜讚嘆懶濁 叫做歡喜讚嘆懶濁 歡喜讚嘆懶濁 通常是這三種 那麼懶濁不捨就叫做堅住 那 如果從武藝境界來講 通常叫做可愛可憶可念 這個是不同層次的懶著 可愛可憶可念 那 從 也因為這樣 那麼 通常來講 魔王是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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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玉愛念愛樂 雜阿漢經的 翻譯不太一樣 但差不多一樣 愛玉愛念愛樂 愛玉愛念愛樂 愛樂 他不一定是這樣對 但是就是一樣有三個 三個 三個 愛玉愛念愛樂 基本上這個是雜阿漢經的 那麼如果以別義雜阿漢的來說 他就是 極愛月比四億 或者叫做極愛月比四億 二六七經把它寫在這裡 雜阿漢二六七經 極愛 極愛應該是在這裡 這老大 月比 這魔王的三個女兒 四億 就是 一樣是這三個 有不同的經典 其實他名詞翻譯的不太一樣 那我們就 拿著來給大家看一下 才知道 那 如果是 這個是大致論裡面的 可愛月比四億 可愛 就是極愛 就是渴求 這裡 歡喜讚嘆懶卓堅助 那懶卓已經是 比較是屬於渴求了 那麼 可愛 它也是 這裡也是翻月比 這裡 月 可愛 月比四億 也是翻四億 我看一下它翻什麼 那 大致論點是翻 可愛 月比樂見 它翻樂見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它會講 就是貪愛的層次 欲貪 愛念可 會講這樣 叫做欲貪 就是從這裡 歡喜讚嘆懶卓堅助 它有時候會講 欲貪 愛念可 欲貪 其實是對五億的貪 愛 欲貪愛 或者對五億的貪愛 貪念可 如果我們這樣來看 把它分成四種來看 就是欲貪 愛 念 然後可 可就是沒有不行 那如果從 我們如果從這邊來講 那也可以分 對五億的貪愛 貪念 還有可 貪可 但是一般把它分成五個 叫做欲貪愛 念可 但是如果我們從這個次第來說 它可能可以分成四個 欲貪 欲愛 欲念 欲可 就是變成這裡 歡喜讚嘆懶卓堅助 通常就四個 這個是對所謂的愛 那這裡從 這個貪愛從哪裡產生呢 貪愛從哪裡產生呢 從根成事 這貪愛從根成事 根 就是我們說的六路處 根成事 因為愛也是一種心 心所 愛是一種心所 愛跟恨都是心所 那麼我們的六根對六成 那麼心起分別 這個四是心的分別 心起分別的時候 那麼會產生心所 心所 心所 心所我們就叫做處 處 處 處是心所 心所的總稱就叫做處 那麼處 處 底下有所謂的受想師 我們會產生處 心所 那心所 那心所底下會有所謂的受想師 受想師 通常是這四個 所以叫做受想行事 這個是行心所裡面最主要的心所 那麼 那麼這是我們的心所 受想師 是心的了別作用 那麼 這個就是情感作用 寫在這裡 等一下 我畫給大家看 應該是這樣 這裡 這裡畫不到 畫這裡 畫這裡 這裡 這處 底下有所謂的受想師 這個是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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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心所的總稱 那麼受是情感作用 寫過來一點 這個是互相的關聯 你們稍微看不懂 再說 受想師 受是心的情感作用 我們這裡 愛 愛 愛 就是有情愛 情感作用 那麼 這是情感作用 受是情感作用 想 想是認知作用 想取向 它是取向認知作用 思是心的意志作用 四就是心的了别作用 我们先讲 就会有这个触距身受想失 意志作用 这个意志作用里面 透过它的认知作用 情感作用 会产生所谓的意志作用 意志作用里面有三个 就是省力决定动发 省力决定之后 透过受跟想 省力决定之后会动发 动发生恐 那么就会造作一切的善恶业 就起种种的信念 就会起种种的烦恼 造一切的善恶业 那么会这样 他那里的烦恼 从这里主要是在这里 受 在经过认知作用 意志作用之后 然后就会造业 那这个受里面 它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苦受 一个是热受 那在苦受的时候 苦受的时候 就会生撑 热受的时候 就会生贪 那不管贪跟撑 都是情感作用 不管是贪跟撑 都是情感作用 都是贪爱的一部分 不管贪跟撑 都是情感作用 那就是这个受里面 把这个 把这个掉好 苦跟热 就会生贪跟撑 就是 它会有苦跟热 苦 受里面有苦 苦就生撑 那么热受 它就生贪 那不管是苦 或是 不管是贪跟撑 都是属于 都是属于爱 都是属于贪爱 都是属于贪爱 不管是撑跟贪 这写错 热会生贪 那么苦会生撑 那都是属于爱 都是属于爱 都是属于爱 那贪爱就在这里产生 那为什么会起贪爱呢 那么因为无名 自我爱 因为自我爱 因为自体爱 因为自体爱 那么自我爱 主要是这个自我爱 因为自我爱相应 所以在 因为自我爱相应 所以在 自体的身心 面对境界的时候 六根 面对六尘的时候 这个是 这个是 就是自我爱 这里 无名相应 如果名相应就不会 如果你没有离去这个自我 你断了身见 断了聚生我职 断这个自体爱 断这个身见的话 还会起贪 但是那个贪的层次不强 如果你把我见 把我见 这里 我见这里没有 就是我见我爱 那么这个是从爱来讲 那如果从友情来讲 这个就是我见 这个叫做我见 这个叫做我爱 这个叫做我见 这个叫做我爱 所以烦恼主要是见烦恼 跟爱烦恼 这样会像烦恼 你们有法度 应该是会的 不然我们在后班 很大 我们才聊聊死了 没想到这边 没关系 大家知道 其实他彼此都有观念 这是我见我爱 因为我见其我爱 因为我见无其我爱 所以你在有 你在有我见 情世的 所以叫无名 那无名相应 所以你看这个叫做我见 有情世 所以这个世 世在这里 这个世在这里 这个情世 你在这个我见的情世上 那么在你的六根身心面对境界的时候 在身心面对境界的时候 你这个情世是有情 这个是我见相应的情世 我们就叫做无名相应 所以叫做无名相应事 那么无名相应的事 就会有无名相应出 这个是心心手 无名相应 无名相应出 就是你在我见的这样的 你在我见的这样的状态下 你心面对境 你会产生我爱 这个叫做烦恼 这个叫做爱烦恼 你就会产生我爱 在我爱的推动下 在我爱的推动下 这个是认知的 认知情感就是在这里 那么你在我爱的推动下 你就会造一切业 身口意的一切业 叫做有肉业 就是烦恼 所以烦恼是有肉 气是这样 那总结来讲 就是无名所盖 爱劫所信 所以推 竹叶流 就是爱娶有生劳并死 你看 延期是这样 你看哦 无名 无名行 是 无名行是 名色 六路 出 收 你们回去画图 然后多看几次 你就懂了 真的 多看几次就懂了 触受爱娶有 生劳死 忧悲恼苦 蠢大苦 你看哦 所以一般画成三部分 从这里是主要一部分 这个叫做足物流转 生死流转 生死流转 长夜 轮回生死 生死流转 不知苦境 这个就叫做生死流转 生死死生 死生相续 长夜轮回 不知苦境 这个就是生死流转 生死流转 是从这里开始的 爱 取有 爱 欢喜 赞叹担担担 坚住 那你之所以会取爱 当然是因为你有我见 所以取里面有欲取 有我欲取 最主要有欲取 我爱 我欲取 我见 我爱 我见 不舍 没有去调伏 没有去对峙 这个是我爱 这个是我见 这个是对无欲的 对我们欲界众生来讲 欲取 取 取之爱 爱 坚持不舍 坚住 在这里 取 坚住不舍 那你之所以 你之所以坚住不舍 那是因为你染拙 然后欢喜赞叹染拙 这样上来的 然后你 没有察觉 如果你在这里察觉 那你就会对峙他 就会变成 这个叫做胃 这个叫做胃 胃着 不同程度的胃着 那当你了解 你知道这个缘起的状态 你开始在你的烦恼 烦恼的程度不太一样 但是都是烦恼 就像我们衣服脏 脏的程度不一样 身体臭 臭的程度不一样 但是但凡你有觉察 你都可以透过方法把它洗干净 虽然洗得比较久 越脏就洗越久 好 那么这个就是谓着 谓着当你有佛法 你知道的时候 你就不会让它变成坚住 直取不舍 这个坚住就是直取不舍 直取 但还不舍 不舍当然是因为 你不知道要舍 或是你没有能力要舍 所以就 所以就有所谓 你不知道要舍 见取 你舍的方法有错 借进取 所以取里面就有 见取借进取 下课不当下 你不知道要舍 你舍的方法有错 不知道哪里舍 所以你就没有办法舍 或者 你根本就 因为如果你不知道要舍 或是 你虽然要舍 你的观念是错的 你不知道怎么舍 你没有能力舍 所以它就会保留什么 既然你舍不掉 你就是带着什么 带着我见跟我爱 叫做欲取 那么欲取 我欲取 就是我 我见 我爱 你就会带着这两个 那带着这两个 你就会怎么样 有 你就会造业 就回到这边来 你会造业 我见我爱 然后在面对境界的时候 你就起种种的烦恼 起种种的烦恼 造种种的业 这些业不断造作 它就成熟 然后成熟就怎么样 就手抱 或是欲有 或是舍有 或是无舍有 那么 受抱就会出生 出生就一生开始 又会变 有生必有死 就生死之间又有苦 就这样 所以是从这里开始 那这里 它从哪里来 就是你看 就是从这个兽 就回到这边来 你看 就在这里 那有了兽 当然你也有种种的认知 那这里就变成 贪跟沉 有贪有沉 那就变成 那么你有了这个兽之后 你这个想 当然也会起作用 那你就会 欲想 会想 害想 这个想里面 它就有两个 从 从我爱 从跟贪爱相应里面讲 从跟我爱相应 叫做欲想 会想 害想 我爱相应这部分 爱烦恼 爱烦恼部分 跟见烦恼部分 爱烦恼的部分 就会 欲 欲想 会想 害想 欲想 会想 害想 会就是称会 我写 欲想 那么从贪烦恼部分 就是我想 人想 众生想 受者想 就这些 我想 人想 众生想 受者想 反正就有这些 那么 之后 那么你就会 因为 这样的 这样的 我见我爱的作用 那就开始会动发 身口 造种种的烦 那么所以 那这个爱 为什么会起来 你看 从受来 受 那受 当然是新手的一个 主要是新手 那问题在 你触发新手是从哪里 从六路 跟层四 跟层 跟层 六跟对六层 十二处 然后 四相应 这个是 要看你是无名相应的 还是名相应的 那如果是 你是带着 我见我爱 看你的 懒卓程度 我见我爱的 懒卓程度 所以你的 就有两个 无名相应 跟名相应 重点在这里 无名跟名 名就是 你有佛法的智慧 有四地缘起的智慧 你虽然 你虽然 一般我们还没断 无我 应该这么说 没有跟阿罗汉以前 大家都无名相应 但是 虽然都无名相应 有血 他那个无名的力量 没那么强 他把神剑断掉了 巨神我指还有 所以即使是正出国的 他仍然有贪 有秤 有吃 吃是阿罗汉才断 但是他有贪之有贪 有秤之有秤 所以他这个 他这个世里面 开始带进智慧进来 所以他开始在位佐的时候 他仍然位佐 他仍然位佐 但是位佐之后 他就失其过患 就是开始对峙他 失其过患 然后想办法远离 所以叫做未患离 所以他就叫未患离 或者另外一个说法叫做 厌礼遇灭禁 是这样子的 大概这样 再说的我看越光越灰 但是大概差不多这样 就是说 他是整个程序上来的 所以推到最前面 推到最前面是无名 推到最前面是无名 那么重点就是无名跟贪案 但是这里 所以这里叫做逐物流转 这里叫做逐物流转 原期分三个段落 这个叫做逐物流转 这个叫促进细心 这个叫促进细心 那到这里以前 凡夫圣者都一样 阿罗汉不算 就是你即使 那么凡夫即使圣者来 也是带着无名来的 你阿罗汉就不来了 阿罗汉就不来了 三国也不来 会来的是出国二国 他是圣者 他仍然有无名 除非是那种 法性深深 变化来的 那个就没有 那一般来的 基本上都是带着无名来的 圣者凡夫到这里都一样 到这里都一样 那么凡夫的话 不知道的话 就一直这样相续 那么圣者 或是多文 他有智慧 他听到佛法 他知道 我虽然带着无名来 但从这个地方下手 从这个地方下手 官无运无我 那么在 觉察 觉察 境界 觉察我的贪跟秤 那么有贪之有贪 所以他在这里 为主的时候 为主就是有贪跟有秤 有贪跟有秤 那有贪之有贪 有秤之有秤 你知道 觉察 觉察你的心在烦恼的状态 那怎么样 失其过患 而能远离 那么 到最后 无贪之无贪 无秤之无秤 从有贪之有贪 到少贪之少贪 然后到无贪之无贪 那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 这个叫促进细心 这个叫足物流转 那这里就是 这个是促进细心 四名色六路促寿 这个是大家都一样 都有那种心心所 一样 但是 这个心心所里面的揽拓程度 可能就不一样了 欢喜赞叹揽拓 不太一样 那每一个人揽拓的都不一样 有的人揽拓衣服 有的人揽拓饮食 有的人揽拓这个房子 不一样 有的人揽拓车子 每一个人揽拓的程度不一样 但是都是揽拓 那揽拓到你不知道要舍 那问题就来了 不管你揽拓什么 他都是贪爱的一种现象 那么 揽拓你揽拓你的父母 你的子女 也一样 也一样 你的师父 你的弟 也一样 你的事业 也一样 甚至讲到最后 揽拓 揽拓 你的宗教 那也一样是揽拓 所以你要从 你要从这个地方去看的话 那么 佛法的问题就在 要解决这个无名跟贪爱 那其他的 这个是从贪爱而有的 那贪爱有 就会有生死 所以苦是怎么来 所以苦疾灭到 也是从这边来 那重点 这个是我们的身心 反应 这个是没办法改变的 这个来了就这样了 但是无名 所以无名为死 好 那这个是 讲到 讲到贪爱 好 我们来继续来看 25页这里 好 所以他说 在第四行这里 说这个就是 生死不已的 真结所在 浅显的说 就比较白话一点说 没有得到的 要得到他 那个就是一种追求 那严重一点叫做渴求 那么得到了又怕失去 所以没有 一直想得到 已经得到了 怕失去 那已经失去了 又痛苦 在没有想得到的时候 是有苦的 那你说得到了就不苦了吧 得到了 怕他失去 因为他好不容易得到的 他怕他失去 要紧紧的守护 那你再怎么守护 他也会失去 因为无常 所以没有的时候是苦 已经有的时候还是苦 那么从有又变成没有 那也是苦 那所以这个 这个基本上 就是苦的循环 不断的在苦 那这里说到 没有的得到 没有得到的 就生怨恨心 称恨是爱的反面 有称就有爱 有爱一定会有称 当你所爱的得不到 或是被人家破坏 或是被人家夺走的时候 那个时候称就会生起来 那所以 没有爱 哪里会有称 所以贪爱断掉 御贪断掉 称就跟着断 三果是把称跟御贪断掉的 当你御贪断掉的时候 称就断掉 所以三果断五下分解 五下分解除了三解 身见戒进去 以之外 就是断御贪跟称 那所以他这里讲 爱卓的意义是深广的 如懒卓 懒卓 所以通常 就是直取 懒卓 那么就受到 欺负 欺负就是 你会受他影响 因为你懒卓他 你怕他不见 他在了 你怕他消失 他已经消失了 你追求不到 那个内心会产生苦 那么所以 他会随着内身 内在的身心 以及外在的环境 就是随内身外境 就是根根层 六根根六层的变动 而苦恼不已 那最重要就是 事的懒卓 情事跟情爱 刚才如果把那个图稍微 你再细想一下 然后你再来看这个文 你就会很清楚 好 那所以 世间的喜乐 不永久 不稳定 不稳定就是什么 无产 终归于消失 终归于极面 有的一定会变成没有 所以叫做 有因有缘世间极 有因有缘世间面 有生的终归于死 崇高的必然会堕落 那所以彻底的说 世间的或苦或热 一切是无可奈何的 苦乐不已 终究是苦 所以有一个比丘就问佛 世尊你曾经讲过 有三受 苦受热受 不苦不热受 可是你现在又讲 世间只有一受 是苦受 那到底是一受还是三受 佛陀说 以无常故 因为会变动 世间只有一受 叫做苦受 从就近处来说 世间为是苦 因为你的热受 也是短暂的 所以从心理感受来说 有三受 苦受热受 不苦不热受 那有不又多两个 不派后来多两个受 叫做忧舍 忧跟喜 苦乐喜忧舍 那一般来讲就三受 苦受热受 不苦不热受 那不派里面 阿安经里面也有 也讲到五受的 那可能是不派的 一般来说就是三受 或者讲五受 苦乐喜忧舍 但是 从无常来讲 就是从这个道理来讲 那么 那么基本上就只有一受 叫做苦受 叫做苦受 即使你生到非想非非想 八万大劫都不受苦 八万大劫过 堕落了还是受苦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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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究是苦 所以 唯有一受 叫做苦受 所以三法印 如果再加上 诸受是苦 就是四法印 那么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诸受是苦 涅槃其境 好 那众生 时间到了 那现在下课好了 谢谢大家